台北世贸中心最近举办契机车电子诊 不少人都雷参观 没想到昨天中午呢 有showgirl在现场逮到了这一名偷拍狼 他的手机上部全部都是女生的群体风光 让这名showgirl是当场气炸 要求对方把照片掀掉 而我们的记者今天重回整场 就发现到这一名呢 男子他把镜头都装在包包里头 疑似同样是锁定女生的群体风光 记者上前询问他 这名男子还慌张表示说 自己会马上拿掉引发质疑 而showgirl之后也很无奈的说 从事这一行八年了 几乎每次上班都会遇到这名偷拍狼 人来人往的展场 衬衫男子却被拦下遭大声质问 他嘶嘶嘶嘶说不出话 原来他疑似偷拍showgirl当场被抓包 把相机拿出来啊 这边不是我吗 你还是跟我弄理三完了 你全部相还给我看 好 要帮我就叫警察来 我们去警察看看 打开相簿里面果然有偷拍照片 但男子还想装傻 这让女方更加火大 90度是你不用照片 拍起来这个人 他刚刚拍我 偷拍时很大胆 被抓包却落荒而逃 女方追上前呼喊 这偷拍狼实在太可恶 直接走过去问他说 我可以看一下你在拍的照拍什么照片吗 然后结果一看全部都是我们全场展览馆女生的裙底 或者是胯下 受害女子李小姐是专业的展场妈豆主持人 15号当天在南港展览馆工作 没想到一名男子手拿Gopro位置却很可疑 因为今天我们是刚好展场活动最后一天 然后也比较早收 所以人会比较少 如果是平常正常情况下的话 我一天至少每天都会遇到一个吧 从事展场工作八年之久 屡屡碰到偷拍狼 实在让人提心吊弹不堪其扰 在展场实际之急 就有人把相机放在奇怪的位置 用起来 这是要拍什么 没有 我就是在测试 我在测试 刚买而已 通常被偷拍当下 情况混乱 受害的李小姐来不及报警 后来把形状告知主办方 远景泽田也落场询问状况 但对被偷拍的受害者而言 后怕已经在内心留下不小硬硬